我们知道,美女主攻守张长宁已经参与拍摄了江苏女排的定装照,虽然现在暂时还不会上场打球,但是之后非常有希望重新回归排超联赛的赛场,重新为江苏女排效力,因此既然谈起了她的回归,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之前我们知道,张长宁因为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却没有时间训练被广大球迷们质疑,但是大家确实是错怪张长宁了,而以下的最新消息就能表明她回归完完全全地展现了她强大的责任心。 是的,来自江苏女排官方消息称此前,由于长时间未能回归赛场,外界一直有传言称张长宁即将退役。 对此,记者也透过省牌管中心了解到,在殷商远离赛场之后,张长宁其实一直有在关注江苏女排和中国女排的赛场表现。 特别是在上赛季,江苏女排表现起伏较大,中国女排也在今年遗憾错过直通巴黎的机会之后,是张长宁自己向球队提出了付出意愿。 另外,省牌管中心有关负责任还说道,她是非常有责任心,有担当的球员,而且既然她自己想要为江苏,为中国女排出一份力,我们相信她能够克服困难,把状态调整回来。 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张长宁为国省效力的决心呢? 即使现在张长宁正在恢复阶段,笔者也非常相信若她能完全恢复健康,那确实能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也将联合李盈盈展现以下三大优势。 第一,后排的一传会非常稳定。 是的,张长宁和如今的李盈盈确实都具备后排出色的一传能力,他们俩在赛场上接大力跳发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面对意大利女排塞尔维亚女排的强力攻守的发球,相信中国女排能抗住压力。 第二,前排的进攻实力会展现得特别强大。 中国女排在去年和今年的国际大赛上之所以未能登上最高领奖台,其实很大原因在于中国女排的进攻端还是没有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压力,对手的篮方体系很牢固,而张长宁回归后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缺点。 第三,中国女排的反击机会会增多。 是的,张长宁的防守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因此加上龚翔宇的小球串联环节能做得很到位,之后李盈盈再打强攻,中国女排想与对手拉开差距就会非常容易了。 话不多说了,一起为张长宁加油吧。 大家喜欢张长宁吗?